-我跟你说,别是台湾,这人你从品牌的月亮,都是我们中国的 -太阳也是,月亮是我们中国的,整个天空都是我们中国的 -你说就真了,今天整个英国是我们的,要不然要老,这人也怎么能让人上学业会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今天啊,泰亚族立委高金树美在立法院说 你们这些青鸟啊,在没有证据下就指控是我们习近平要求韩国瑜负贷待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看一段影片 -没有任何证据就可以指控国会改革的法案,是我们习近平这个要求韩院长还有傅昆琪要来干的 太棒了,我都不知道习近平是我们台湾这边国会的立场 是我们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的我们的立场 先前啊,你拿中共那边制作的假资料来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很荒谬了对不对 更何况那个资讯又都是错的,结果你现在干脆直接认主了 虽然你跟这个胡锦涛握过手,你影射青鸟行动的参与者通通都是纳粹 今天啊,如果我们是纳粹的话,你不会在这边发言啦 你怎么还会发言呢?还乱举说什么纳粹有党卫军冲锋占领国会诸如此类的 首先啊,在亚洲国家来说,尤其是在这个东亚地区 有党卫军的是谁呢?中国共产党 军委主席是谁呢?习近平 解放军要听谁的为号令呢?答案是军委主席 那如果军委主席跟国家领导不是同一个人要听谁的呢? 诶,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是谁呢?共产党的 所以你拿什么不伦不类的类比啊?台湾已经军队国家化了耶 这些人就是很荒谬,主张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吧? 也说要所谓的两岸和平,OK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嘛 你也觉得你是中华民族里面的高山族,里面的泰雅族 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自我认同啦 那当中共在迫害中华民族你的民族认同的时候 你怎么不问不问啊? 那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同胞不是吗? 你是在为了取悦中共啊,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啊 看看美国虽然各议员对内政的看法不尽相同 但他们大部分在面对中共的迫事上 很大一部分都是秉持着同样的立场,同样的态度而去回击 你们呢? 前天啊,钟明轩的国中粉丝跑到我的IG呛我 说我制造两岸对立,说我呛钟明轩收中共的钱 但事实上从钟明轩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我跳出来拍影片要大家冷静点 他没有收中共的钱,他只是去旅游的 而我如今还是秉持这样的立场 我只是针对他提出六四的荒谬言论而回应 对吧?因为他不尊重历史事件 他对中共怎么利用这些事情的操作舆论 有错误的判断 我并没有说他收中共的钱,对不对? 啊,我就要求这位国中粉丝啊 把我的影片都回去看仔细 然后我刚才说如果哈 你抓到我说他收中共的钱,我跟你道歉 如果没有请你发文跟我道歉 因为他标注我,呛我 然后他还说我是阿美族的死路 你连我的族群都说出也是很妙 等了好一阵子哦 我还主动密他你要道歉了没 结果他说啊,好啦,稍等 之后呢,又过了10分钟才跟我道歉 那他跟我道完歉之后呢 还继续年轻人嘛,那种心态 不服输嘛 他就呛我说,嘿,这次是我学意不经 等他哪天查证完毕 或是揪到我小辫子的时候再来喷我 让我等着,所以看吧 他是为了喷我而喷我 他是为了他的信仰而喷我 而不是对事情,对不对 结果后面就聊着聊着 我发现啊,他常看中国 中共那边提供的资讯 中共那边很多农场新闻嘛 他跟国际非亲共国家的这个世界观 严重脱节 比如说他认为共军比美军强 中共发展比美国强 虽然现在不强 但未来肯定是为超英赶美 这个讲几年了 我能说什么呢 中共将军曾经在节目上说过 我19年也把这个影片PO出来过 美军停滞发展 中共海空军啊,50年还追不上 所以啊,不要给咱们中国年轻人打鸡血 什么超英赶美啊 而如果不是美国带我们中国加入这个WTO WHO我们根本搞不起来 更不用说军事上的后勤补给线 美军的完善程度不是中共能比 应该说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你的 对不对 你但凡有做20%的功课你都应该要有这个前提 当然还有这个军演规模的区别 那你说跟一个国中生讲这些他懂吗 他不懂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做功课的 他懂的是什么 中国一堆高楼大侠 这些是我可以立刻看见的 美国什么 纽约地铁好多流浪汉 这也是我可以立刻看见的 所以啊,为什么很多人都注重表面表面表面 眉毛眼睛黑眼圈鼻子死皮 对吧 而更重要的是 他说为什么他讨厌反共的人 因为他自己承认他贪生怕死啊 结论是什么 这个地球上本来就不是人人都是圣女贞德啊 岳飞啊 很多人是石敬堂 轻快 更多的人是什么呢 让子弹飞那些看风向的人民 哎,中共快赢了 我倒向中共 美国快赢了 我倒向美国 那在两边还没有正式撕破人之前 我要倒向谁 当然是倒向中共 因为我倒向中共 我不怕他恐吓我威胁 我是说有些人啊 我为什么不站在美国那边 因为美国台湾那些有民主制度的保障 保障我可以讲你们的坏话 就这么简单啊 我只能说 如果你贪生怕死 你更应该坚定的反共 因为你只要但凡读过中共的历史 你就知道 投降的下场是最惨的啊 即便台湾今天被中共和平统一哦 没有战争的前提之下哦 中共绝对100% 不要说100 一万%会把花莲跟台东打造成潜艇基地 这也是有一点赌过军事尝试的人都会知道的事情啊 因为中共国目前海域港口缺乏这种有深度的战略海域 那最好的海域是什么 台湾旁边的太平洋嘛 出来一马平川都是深海 你从颇海黄海那边出去非常容易被追踪 而且这个地形也是非常的浅 如果你从花东出去呢 嘿 追踪难度啊会非常的困难 那这会造成日军美军菲律宾等基地的严重危安影响 未来啊中共利用台湾当跳板跟美日开战 美军跟日军会把台湾往死里打 你放心一定往死里打 因为岛上的人我们都是心向中共 再来啊中共也不会在意台湾 因为本来就369等制度分群嘛 对吧 他又学那个东北 东北明明被日本统治的时候 被这个溥仪统治的时候心心向荣嘛 经济发展很好耶 堪比台湾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统治程度耶 那为什么在中共回归之后 中共把东北弄得又老又穷 因为东北人那个时候经济太好 如果你把这个发展一起下去的话 就不是共产党的功劳了嘛 那那些人就会觉得我经济很好 我有优越嘛 你看看香港现在被中共搞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他会把这些你原本自己建立好的 或是别人帮你建立好的 通通都把它拉到最低 然后呢反过来洗脑说是 是我们共产党帮你发家企业的 一样的模式会用在台湾身上 而且台湾会弄得更凶 因为台湾有过民主 如果你想要留给后代 是这样子的环境的话 你尽管虽禁 你尽管认为统战不存在 你尽管认为中共的统战是那种很low 说台湾是中国 你就停留在这个水准吧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很荒谬的影片 一定要带大家来笑一下 分享一下给你各位 那个后劲太强了 没想到我以前在嘲讽的片段 小粉红真的给他拍成一部影片了 保抖台湾 南海 台湾 是你们中国的吗 怎么啊 这么浅滑的知识还有什么疑问吗 南海如果不是我们的 观音菩萨在那住了几千年 我们拜了几千年的观音 是我们的吗 观音佛教那些不是印度出来的吗 不是印度的吗 观音一直住在南海 你说南海不是我们的 谁敢动的南海 那你会问菩萨大不大愿 菩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啦 也是啦 在中国有规模的宗教 都会有党支部 你们自己去看 那东海也是你们的 我觉得你是才出学浅了吧 竟然觉得东海不是我们中国的 东海要不是我们中国的 那么东海龙王在那里住了几千年了 怎么没人敢说不让住 那台湾也是你们中国的 那当然啦 我们台湾的马祖娘娘是福建福田梅州岛人 守护了我们保祷台湾几千年 我跟你说 别是台湾 就是你头领上的月亮 都是我们中国的 那是嫦娥的家 我告诉你 不光月亮是我们中国的 太阳也是 那时候一共有十个太阳 我印象下来几个的时候 你也没说不让我快啊 不光太阳月亮是我们中国的 整个天空都是我们中国的 想当年天空破大不堪 你们没有一个去管的 那是我们女娃娘娘不好的 多说这天啊 这边是整个一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要不然能让 这里怎么能为您上去约会呢 对 别说一和气了 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 想当年那是传统 开提出来的 这回你服了吧 你要说是你们的 拿出证据来 宗华五千年的文化证明 你们坐在我们的地球上 我们没收你们的费 就已经是好的了 怎么 你们还想翻课为主吗 不知道 我看完这个影片 我看到后面一直又觉得 是不是高级黑啊 怎么可以这么荒谬啊 因为这些论述以前都是我在讲 说啊对了 月月就太阳 银河系都是你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银河系国对吧 海王新省啊 木新省啊 对吧 这是我们在讲的论述 今天的中共小粉航 已经把这个论述拍出来 而且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啊 觉得这个论述是非常的正确 你们不是唯物主义吗 你们不是无神论吗 怎么各种女娃啊 盘古啊 观音菩萨啊 女娃娘娘啊 妈祖啊 又说什么 中华五千年文明 然后又说银河系是你的 所以就是说 银河系只有五千年的历史 对吗 什么跟什么啦 在中国还有一款游戏啊 在六月二号的时候啊 有许多还有记忆的中国网友啊 就开了很多伺服器的房间嘛 然后名称取什么呢 专制者中会下台 六四国商无人谈 六四精神存在 心心之火可以了原 牢记六四学生的运动 自由免遭迫害 对吧 跪久了 站起来 我们需要群众治国 历史不会被掩埋 第一 地安门血案 大安门血案 天下一号 天堂门血案 他们都是玩这个 谐音跟缺字的嘛 因为没办法 他们只能这样讲话 血生的血 我们的泪 沉默不代表被遗忘 结果呢 六月三号的时候 游戏官方就说 由于这个系统调整功能 六月四号凌晨五点开始 游戏自动重启 我们将关上 所有造型上传 以及修改名字的功能 然后你们也不能修改名称 行会名号 行会宣言 这些通通都是被禁止到 所以到底六四是 中国人不愿意谈起 还是不能被谈起 希望有一天六四 可以在阳光普照之下 这些亡魂都可以被普度 都可以得到安息 后代可以跟这些先辈说 你们安心走好 中国已经民主化了 中国已经跟各个邻国 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我们不再互相谩骂 我们不再互相去攀比 希望有一天 中国可以真正的实现这样子 这样自然 所谓的两岸矛盾 也不会有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信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姐的 拜 7 10 7 7